好 再特别提示一下东南一带地区的朋友 您那儿的高温天气呢即将得到缓解了 不过不是因为要立秋 而是台风又要来了 根据中央气象台提供的消息 今天下午5点 今年的第13号台风苏迪罗 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 它的中心位于我国台湾省花莲市东偏南方向 大约12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5级 那么后天也就是7号的晚上到8号早晨 苏迪罗会登陆台湾东部沿海 登陆时候的强度是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 之后它会穿过台湾岛 在8号的下午到晚上登陆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一带 登陆时的强度是台风级 那届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会迎来强风雨的天气 气温会降下来 不过同时也要特别防范台风带来的破坏